台湾有相当多的博物馆所 但是您知道吗 在日本名古屋的铁道馆 它光是一天 能够吸引30万的游客 进场来参观 这个数据相当惊人 名古屋的这个铁道馆呢 它是今年的3月14号 才正式拍幕的 当然这里花了19亿多的台币 所打造 保留了39台的列车 从100岁的列车 到现在新型态 甚至还没有问世的列车车体 全部都有 而且呢 在这里头 有一个纪念品的专门贩卖区 很多大朋友小朋友 在逛完整个场馆之后 一定要带走一些纪念品 这也使得老车厢商机无限 日本交通很方便 电车 火车 特快车 四通发达 不管是休闲度假 上班上课 生活往来 都跟铁道脱离不了关系 除了售票赚钱之外 旧车厢也很夯 从新到旧 从复古到创新 在这个博物馆当中 你看到各式各样的火车车款 非常非常的多 也许你有看不见的会懂 所以管方特别准备了 像我手上这台的iPhone 耳机连结呢 你可以很清楚地知道 这所有的车款呢 它的来源 还有它的历史 透过点选 你就可以知道 它里头的说明 而且它总共 切切后后 有八件体验 静止不动的列车 有已经厨艺的蒸汽火车 也有还在线上的 自动化快车 不许让你摸 还让你走进 初想体验 这些火车 古老的原汁原味 全部都被保留下来 包括了这里头的座椅 甚至还有所谓的 门板 甚至车头 全部都是原汁原味 而画面上 您看到这台 1913年出产的 蒸汽火车 距今已经有 100次的年纪 除了它之外 其实每一台火车 都有它自己的历史 被保存下来 而这个博物馆呢 平均每一天 有30万的铁道民 入厂来参观 你没有听错 铁道博物馆 从2011年 3月14号开幕以来 平均每天超过 30万人次参观 一个人花不到 台币400块 可以放上一整天 一辆辆列车整齐排列 可是花了四年多 砸了55亿日元 差不多台币 19亿2000多万 才完成的 客服困难 换得的是旅客的青睐 一切就值得了 而在场馆里 还有很多人 排队等着体验 全世界最快的列车 毕竟2025年 问世的磁悬浮列车 最快时速 配飙到每小时 581公里 是世界最快 我觉得很特别 因为在台湾从来没有 做过这么快速的一个火车 所以非常新奇的感受 它也不同于一般所谓的博物馆 那种静态的展示方式 那你还可以去体验 所以我觉得非常是很值得的 在这个铁道馆当中呢 不管是新货 只有西式代表了很多的商机 因为你逛完之后 很多大人小朋友 他们都会特别来挑选一个礼物 不管是食物 还是纪念品 他们都要通通带回家 看得出来 这里创造的商机无限大 以上是年单新闻记者 李明达 李玉柔 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的采访报道